樞纽分析表的样式 套用完樞纽分析表的样式 我们希望它也好看一点 再提醒同学哦 当点在空白的地方 是不会出现设定哦 要点在樞纽分析表的地方 再来点到哪里呢 设计标签 好,这个地方呢 再来点选 除了这几个以外 当你看到这边有箭头 表示可以点下去 你就可以来选择你想要的了 那我现在点这里 譬如说我来选取这个 好,这边还有卷轴往下拉 下面还有更多的一个色彩的配置 这个 当我点选呢 就可以套用不同的樞纽分析表 我们再套用不同别的来试试看 你可以快速的套用这个 不同的一个樞纽分析表的样式 那看起来呢 就不用再特别的 而且比较明显 这请同学试试看